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那很多人字写的丑,想练字却无从下手 只知道字写的不好看 但是到底哪里不好看,问题在哪 那练字该从哪开始,往哪个方向努力 完全的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一概不知 所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练字没有成效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来教大家 怎样自我分析,找到自己的问题 其实想要知道自己的字,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没有写好 很简单,从这几个方面去入手分析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点,你要检查自己的字写的端不端正 这个我们练字,首先第一点 你这个字一定要写正,这是最基础的 重心要稳 你像比如我们来给大家举的这个范例 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种情况 它就属于什么,重心不稳的 你看撇画拉得太长,这整个字左低又高 这个勾呢写太短,整个字左低又高 往右上倾斜,这就属于重心不稳 也有人纯粹就是竖写不直 也会导致这个字斜的歪的,重心不稳的 那你看第一点,我们要把这个字怎么样,给写正了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横平竖直 很多人写字横平竖直都做不到 其实重心平稳和横平竖直 这两点是最基础的 做好这两点,至少这个字它不会丑的太离谱 是不是,你像这个黏字,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横它就绷不直 笔画都没绷直 是不是 你像你笔画都写不直的 其实我建议可以多练习一下 多练习一下基本笔画 首先我们这个笔画,你是不是得写直 得过关 你想这个笔画都写的歪扭七八的 是不是写字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写的更丑了 对不对 这是第二点,横平竖直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空间分布要均匀 你写字笔画之间这个控制分布要均匀 你看比如说这个刘子 咱写这个利刀旁 要注意,但利刀旁的字 其实左部的内容和中间那个小树的间距和树沟的间距 它应该是相等的 你像这个刘子它就怎么样 这个小树和这半面文字整个粘在一起 然后离这个树沟间隔就太远 是不是 这就属于空间分布不均匀 我们写字一定要注意 布白要均匀 你不能笔画之间挤的挤在一起 松的松的又太夸张 这样不可以 那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是什么 大家注意 结构要紧凑 大家要记住 你写一个汉字 它是一个整体 尤其是那种组合字 我们更要让两个部件之间相接要紧凑 如果你这个笔画之间间隔太圆 或者是两个部件之间间隔太圆 那整个字它就显得不紧凑 比如说锁 锁这个字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就是组合字左右结构的 是不是 左边一个部件 右边一个部件 那如果你中间空的 这个间隔太大的话 那左右两边不紧凑 这个字就感觉散了 像两个字 它就不像一个整体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第四点 你看我们这个字结构一定要紧凑 笔画与笔画之间不能间隔太远 两个部件之间也是不能间隔太远的 那第五点是什么 主次要分明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次要分明 比如说这个构字 大家看一下 构这个字 它就是没有体现出它的这个主次关系 这个构字应该是左收右放的一个字 你看左部这个句子 我们要给大家怎么样 收集然后右部这个多子 树下舒展出去 尤其这个这个撇画要放开的 一个字里面一定要是主次分明的 有主有次 它才显得舒展大方 如果一个字它没有主次关系 那它就感觉有点像印刷体的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显得过于的刻板规整 不舒展不大方 没有理解 这就是这几点最重要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个是什么 字要正 第二个是什么 横平竖直 笔画你得直 那第三点是什么 结构要紧凑 第四点 空间分布要均匀 那第五点是 主次要分明 你写字一定要有一个主次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几个字 给大家改正一下 首先第一个 锁字大家看一下 平撇 然后竖撇 横往右上扛肩 好再来一个横 然后右部 大家看一下 你看平撇 好 竖片要短 注意 你看左右两边相接要紧凑 然后横 好选真竖 往下拉长 你看左右两边相接一定要紧凑 然后第二个 构子 构子这个收放关系 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 你看 撇 横 折勾 好 这边我们要怎么样 给它收紧 口 写在这个撇的尾巴这里 不要给它 我太往里包 然后右部 大家注意 你看撇 这个多子 我们就要给它 舒展出去 你看撇 横撇点 然后在点的 右下方撇 再来一个横撇 这个撇 你看我们就要给它 放出去 这个撇 拉长一些 这是构子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公子 公子的这个中心问题 很多人他都搞不清楚 你看横往右上扛肩 然后竖 好 其话往上走 右部 你看横 折勾 方折 往里内收 然后出勾 这个横折勾 应该是整个字里 最低的部分 这个撇不要给它放出去 撇一定要比这个勾 要略高一些 这是公子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黏 黏 你看撇 横 然后横 树 再来一个长横 左右伸展 好 选真树往下走 这是年子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